我们都已经结婚六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以前说好的最晚三十岁给我生孩子 结果说反悔 他就反悔 我跟他提过生孩子的条件 但他根本就不听 像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我把孩子生出来 那么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为了不生孩子 他能讲出好多好多的借口 我俩本来日子挺好的 现在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生孩子就这么困难吗 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能说生就生呀 而且我跟他的感情上 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他现在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我的身上 我凭什么给他生孩子呀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杨先生 三十六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 女嘉宾罗女士三十一岁 同样来自湖南舞蹈班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有六年了是吧 我看资料上说 是的 自由职业是做什么呢 具体 我本身是乐队的歌手 专门做一些商业活动 您是舞蹈班的老师 是不是就是这么认识的 一个唱歌一跳舞 对对对 到现在还没孩子说是吧 对 结婚到现在 也已经六年多了 我现在也已经三十七岁了 到目前为止我感觉 一个家庭还少点什么的 感觉差一点 这又一个呗 他 你们结婚的时候讨论过这问题吗 讨论过 讨论过 就是说刚开始结婚一两年 还是觉得都还年轻嘛 想玩个一两年 但是到我们结婚的第三年 也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这个心结一直都没有打开 什么心结 就是结婚的第三年 有一次他去乐阳 接了一个商业的活动 结果晚上我给他打电话 发信息整个都不回 直到晚上快一点钟的时候 他才回来我的信息 那时候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嘛 就吵了一下 但是也没怎么大吵 回到家 看到手机 发现他买的票 根本就不是去乐阳 是去常德的 他接他了三年的女朋友 就是常德的 这个事情你说要我心里怎么想 你怀疑他去见了以前的女朋友 是的 我问到他也不说 是 我那次确实是 怎么说这个 因为是就怕他误会 去见常德的以前的那个前女 我个人是这么想 因为我想着男女朋友 做不了的话 因为怎么普通朋友还是可以做 可以聊聊天 妈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你干嘛要骗我 因为我就是怕你误会 我就不敢说 不是 那你是去那儿 确实有商业 顺便见的 还是专门去见的 专门去见的 专门去见干嘛呢 就聊聊天 而且我也可以保证 我绝对绝对 没有做任何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是因为这个 所以不想给他生孩子是吧 是啊 我觉得他让我没有安全感 就三年的时间 这个坎一直没翻过去了 过不去 总觉得在我心里是个结 不是 你事情你来解开吗 你得有一办法 他做什么你能解开这个结 咱们就 可是问题是他也没做什么 让我觉得就是可以 把这个结让我解开的 就是反正我不管干个什么事情 他都觉得整个就是嫌弃我 也就是说从三年前 他背着你去见了他的前女友之后 你们的婚姻生活就不好了是吗 是的 那调整啊 这三年都做了一些什么努力呢 做了努力 但是他现在感觉越来越变本加厉了 他现在还 就算还开了一个培训班 不是开培训班不是挺好 为什么用居然这个词啊 因为说实话 你像以前没有演出的话 就待在家里两个人 能够一起聊聊天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现在每天基本上一起床 没看见人 可是我开培训班说实话 也是为了我们两个 有一个稍微稳定的收入 他现在做这个唱歌 要是忘记的话 可能就是每天演个一场到两场 赚个几百块钱千万块钱 要是运气不好 要是淡气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 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一场 收入就不稳定 要加上他说 要我给他生孩子 要是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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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说以后我面对我朋友 你的合伙人是吗 是的 男生女生 女生 你骂一个女孩子你说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我确确实是已经很气了 我那个时候我不能管她是男的女的 她已经明确知道了 但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 还叫她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感觉是她的影响 我们两个夫妻间的关系 明白明白明白